字幕提供 最近如果你們有追蹤我Facebook粉絲專頁的人 應該可以發現說 我把槍箱給搞丟了 OMG 說真的那天我到底為什麼會把他忘在車上沒有拿 然後隔天去找就發現 已經被人家拿走了 然後甚至我有去報警 不過那個時候我對警察局看到他們監視器的畫面 我就覺得說 報警應該是回不來 給自己一個理由換吊具 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進去吊具行買吊具吧 這次我會列出 我覺得是必要 跟有一些是輔助品可以買或是不用買的東西 我已經買好我的吊主了齁 還有桿子 那我們就出發 前往釣蝦場試用看看吧 GO 大家好我是偷刀 我現在來到了五谷的風釣蝦 釣蝦場 然後稍早我有進去了解一下裡面的環境啊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來釣蝦好了 我們來體驗一下風釣蝦釣蝦場的公蝦池是如何吧 那我們就準備進去開單做釣囉 GO 好現在我們已經到公蝦池這邊就做了齁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槍箱裡面有什麼東西好了 這次我出來釣蝦的話我槍箱一定會有桿子嘛 雖然說剛開始學釣蝦不一定要買桿子啊 你可以玩公桿是沒問題的 然後再者就是說我們的浮標系列 我這邊分別有放著短標 短標有分天平還有長短勾用的 然後這邊則是蟲標 就是一顆五元的發泡球綁成的釣竹 在旁邊這邊就是阿波啦 然後在釣竹部分我這邊有準備了天平長短勾的勾子 不過長短勾的釣法跟天平釣法 主要是看個人想要釣什麼去選擇 在釣蝦開始之前我們一定要準備好水深棒 通常你玩長短勾的話假如你沒有水深棒 你也可以跟櫃台借是沒問題的 可是天平的話這種水深棒不一定借得到 我的槍箱裡面也會準備尖嘴鉗跟剪刀 通常這種尖嘴鉗是可以協助你夾咬鉗 還有拔鉤子 因為有時候蝦子它把鉤子咬太深 你手不好拔 你就可以用這種尖嘴鉗把它拔出來 這邊就是我釣蝦會用到的東西了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準備涼水深 凱蛋做掉囉 你好我想開公蝦兩個小時 我已經開好公蝦兩個小時囉 那我們就來做釣吧 出來 欸 沉下去了 喔 喔 喔 第一隻是正吃的欸 唉唷 欸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這 公蝦石放這種公蝦欸 OK 欸 好像有耗了欸 沉下去了 整個沉下去了 我們開槍吧 3 2 1 有 不要急不要急 我們慢慢來 欸 這也是正吃欸 OK 沉了 3 2 1 3 2 1 有 安安安安安安安 嗚哇 嗚哇 嗚 可以可以 這隻也是正吃的 嗚 嗚 喔 終於成了 3 2 1 正上方開槍 應該有吧 嗚嗚 有有有有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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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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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沒到小心蹄 嗚! 嗚! 打到手手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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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就是! 欸! 正吃欸! 唉唷! 我誤會他了! 給各位看一下 幹! 正吃欸! 嗚! 那我們出去結算一下蝦量吧 嗚! 那我們來結算一下蝦量有多少吧 我覺得今天他這個不咬的釣況來說 有這個量還不錯欸 雖然說前幾隻都是正吃起來的 然後剩下的都是勾到的 這真的是無解啊 呵呵 1 2 13 我們今天釣兩個小時花650元 有13隻公蝦 那我們來量一下有多重吧 喔! 手車已經歸零囉 那我們用台金來計算有多重吧 喔! 喔! 一斤十一兩欸 我想說這兩個小時的釣況非常的 我覺得今天這樣子很可以了 非常可以了 好啦 那等一下我把蝦子料有的料理 我們就回去吧 好啊! OK啦!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工作室了齁 那我們來料理一下我們今天釣到的公蝦吧 然後今天呢我想要做一點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 麻油燒酒雞蝦 首先呢我們要先熱油鍋 然後熱鍋之後我們要倒下我們的芝麻油 吹蝦 然後稍早我有去購買薑 可是我都買到一般的這種嫩薑 喔!好香喔! 那我們先把這個薑片炒一炒吧 然後我們炒到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下我們的雞肉囉 蛋蛋腿吃起來肉質比較軟嫩 我還蠻喜歡的 來吧! 吹下去 然後我們現在雞肉已經炒到半熟了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加我們今天的湯底囉 來! 紅標米酒 我們整罐給它加下去 不用客氣 吹下去 這一加米酒之後 我們又加入我們最重要的主角 這個藥材我是買那種超市 已經幫你調理好的藥材包 我是買這種的啦 雖然說它這種一包是要加三罐米酒去煮 不過我將它每一種藥材都拿出來分成三等份 然後分出這一碗 不然一次要煮三罐米酒 我們的頻道成本會附和不住啊 呵呵呵呵 吹下去 吹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今天煮菜的主角 泰國蝦 泰國蝦 結果剛剛稍早 我有在蝦場把它的胃囊處理掉了 然後為了保存它的新鮮 我一回來 就直接把它冰到冷凍庫 來吧 吹下去 哇!大蝦耶 吹下去 我剛剛聞到這個味道我身體就暖和起來耶 好舒服喔 那我們來吃吃看 燒酒麻油雞蝦湯 這個棒棒腿好吃嗎? 炮酒沸 噹下去 滿滿的米酒味 好舒服喔 噹 噹 噹 他這個冒起來煙全部都是酒氣 超棒 噹 就是在充滿酒氣的中藥湯頭中 那個雞腿瞬間就昇華到天堂的美味 喔 它的蝦頭裡面感覺好肥喔 公蝦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在它的蝦頭 那我們來吃吃看 嗯 它的蝦肉 好吃嗎 我覺得可以耶 真棒 那剩下的這鍋麻油燒酒雞蝦湯 我等一下會把它吃完的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欸 欸 妳好 妳好 哼 謝謝妳耶 餵餵餵餵 喔 感謝啦 哇 熟悉的味道 回來了咧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喔 然後還有謝謝我們 然後還有謝謝我們里長辦公室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吧 consider 按照顧lichkeit 掰掰 維ör光